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敬礼传生祖师 敬礼廖明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道宝华王卡马巴 敬礼徒登大级上师 我们敬礼禅成三宝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同色山敬礼联华生大师 师母 敬礼祂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光丘 祝福 都是 孩子 插 넣 小教子 到来 哦 吉佛吉 吉佑明 亚比 比林比林 佛曼瓦 我们今天是修这个 莲华生大事的法 莲华生大事是 葬蜜的 最早的一个祖师 因为他在 这个 达赖戈萧海 一栋很大的莲花上面 出生的 所以呢 他是莲花童子 他是莲花童子 那我也讲过 莲花童大事 这个他进入西藏的时候 有遇到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流浪 但是他能够一一的破除 同时呢 同时呢 在这个 赞扑 赐松德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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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吉父 三个人建立了 赐松德尊王 在亚勒藏布江 旁边的 一个双雅寺 这算起来啊 也算是 第一座 第一座 这个 这个寺庙 他的建筑啊 是依照中央西弥山 然后四大洲 八小洲 另外还有这个 香水海 这样子所建立下来的一个寺庙 是双雅寺 我们这里很多同门都去过双雅寺 去过了几手 好几个人去过 几个双雅寺 那是莲华僧大师 跟赞扑 赐松德尊王 跟吉父 吉父大师 三个人所建立起来 那目前呢 莲华僧大师 为红黄白花 四教共同尊崇 都是很尊敬他 他的佛母也很有成就 像这个 伊西丘家 曼达拉瓦 斯加德瓦 喀拉西地 他都是很有成就的 像这个 伊西丘家 他也成为一个教的 成为创立了一个教派 他也是教主 后来 他也是成就 成就者 斯加德瓦 是在尼泊尔 曼达拉瓦 是在印度 这个 卡拉西地 在这个布丹 他们到最后 这五个佛母 都是有成就的 都有成就 他主要的 五个大的佛母 另外还有二十几个 这个 也有成就的佛母 这个联华宗大师 他本身出生的地方 根据这个 住坚史 住坚史所记载 是在阿富汗 那他原来出生的地方 是在阿富汗 所以阿富汗以前 是一个 很富庶 很平安的一个国家 很富庶 很平安 很安乐的一个国家 那时候有 刁了很大的佛像 在阿富汗 那时候也是一个佛教的国家 后来这个佛像也被炸毁了 那么铜色山 我们经常讲说他回到铜色山境地 到底铜色山是在哪里 其实铜色山是他原来的地方 在原来的地方 不过不属于人间的净土 不属于人间的净土 像那个中国有四大名山 也算是净土 观世音菩萨的净土 是在普陀洛迦山 那普玄菩萨的净土 在四川 峨眉山 闻诸丝利菩萨的净土 在山西五台山 这是在佛教里面有名的 它叫做清凉山 清凉山 另外地藏王菩萨 是在安徽的九华山 安徽九华山 这是中国的 这个四大菩萨的 四个很大的净土 如果这是属于人间的 像那个香巴拉 它是很神秘的一个净土 按照所记载的 像一朵莲花一样 但是它是云场 它是云场起来的人间净 像一朵莲花一样 那里面住的 就是修行人 跟能够去的人 那它本身也有 也有很多的这个王 在里面主持的 第一个带总王 就是文珠师弟菩萨 第二个带总王 是白莲花王 大家知道白莲花王 那不是有 在历史上都有记载的 另外有很多净土 这个净土呢 是在西空 不在这个沙婆世界上 也不在这个地底上 而是在这个虚空处的 那就更多了 像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是在虚空的 那妙许世界 是在北方的 北方 北方的妙许世界 这个西方的 东方 妙许世界是在东方 那要是如来的 琉璃光净土 也是在东方 那两个是不同净土 妙许世界跟 琉璃光净界 是不一样的 沿通净界 是观世音菩萨的净土 观世音菩萨还有很多净土 立度母的净土 叫做一夜净土 一夜净土 地藏王菩萨的净土 是脆微净土 很多的净土 那都是在虚空的 脆微净土是在南方的 脆微净土是在南方的 我们都是 我们当然希望啊 自己不能够成佛 修行成佛的时候 不能成为一个大菩萨 或者到了 那么我们修行 最重要也是到那一个净土 在净土的时候 可以讲说是 成佛的中菩萨 一个中菩萨的地方 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你到了那里 你还是要 修这个修行 但是 所周围的邻居都是大菩萨 那你跟着大菩萨一起修行 将来一样也可以成为大菩萨 那果位就会更高 像西方极乐世界的果位呢 它是有第一个是长极光土 那是法身佛的净土 那第二个就是报身佛的净土 就是实报庄严土 方便有遗土 都属于报身佛的净土 到了凡圣同基土 它就是一般的那个 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住在凡圣同基土 你修行有成就了 就到了更高的净土 成为报身佛 这个法身佛 凡圣同基土是应身佛 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子 所以莲花生大树的净土 也是境界非常高的 那今天我们修莲花生大树的法 大家要了解这样子 那神的境界是不太一样 有一次有一个弟子问我 这个有天龙 那么有海龙 还有地龙 问我地龙是什么 我当初的时候我在你问我答之中 我回答 这个地龙可能是指这个抗洪水的 抗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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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洪水的时候 我们常常也提到 这山中有龙 山里面有龙 那地气走的地方 就等于龙一样 那么龙呢 有水龙 龙大部分都在水里面 像古代的井 就有井龙 井里面的龙 那个江呢 就有江龙 在江大江里面的龙 河里面就有河龙 溪里面就有溪龙 都有很多的龙 因为天龙我们知道 这个 然后水的龙我们知道 海里面就有海 四海龙王八大龙王都有 就是海里面的龙 他说我回答 地龙 大概就是看洪水的 那个 我们讲龙穴沙水像的龙吧 我当初回答是这样子的 其实 地龙这样子讲是错误的 地龙是什么呢 是天龙八部里面 可以讲大蟒蛇神 大蟒蛇神 大蟒蛇神 在维摩结经里面有 我看到维摩结经的时候啊 看到大蟒蛇神 就是俗称的地龙 他是大蟒蛇 但是他已经曾经了 有神力啊 那个叫做地龙 所以要改正过来 以前我讲 地龙大概就是看洪水的龙嘛 其实是错误的 所以要改正 因为在佛经里面提到的地龙 是大蟒蛇神 是神的一种 但是他献人的头 蛇的神 人头蛇神 是大蟒蛇神 那个就是叫地龙 回答以前那个地子所问 先讲一个笑话吧 小明对妈妈讲 妈妈有看到我的蚁毛球拍吗 妈妈说怎么了 小明回答 明天有蚁毛球课要用 妈妈说好 等一下我帮你把蚁毛球拍 放在你的袋子里 这个隔天上体育课 把蚁毛球拍从袋子拿出来的时候 才发现妈妈帮我带的是 电文牌 笑话 笑话 如果跟老婆吵架的时候 要义正言辞地讲 我已经忍耐你多少年了 他一定会立声地问 那你想怎么样 这时候啊 这时候啊 老公要回答 我还想再忍耐个几十年 这个保证会和好 我听说那个 那个日本首相 是谁讲的笑话 是你讲的 新闻报导的 就是被这个枪击上面的日本首相 他说 安倍晋三者 安倍晋三者 他说 他讲了一句话 夫妻和好之道 就是跟老婆投降 首相都这么讲了 那他日本首相 他还要跟老婆投降 那你说 哪一个人可以不投降 谣传 女儿是巴巴上一辈子的情人 他大概都是这样子讲 他女儿是巴巴的上一辈子的情人 有一对夫妻 连续生了六个女儿 老公为了体谅老婆 讲了说 算了吧 我们别再生了 男孩女孩都是一样 老婆非常生气地回答 不 我还是要生 老娘非得看看 你是杀千刀的 上辈子有多少情人 笑话 这个有一个学生写作文 老师出的题目是我的理想 他就是这样子写 我的理想是有一个听话的妈妈 他每天会像公鸡一样的叫我起床 不会掀入我的被子 叫我写作业的时候 不会吼我 不会怒吼 我顶嘴的时候 也一点都不生气 我说什么 他都答应 他也不会骂老张 老张是我爸爸 他说希望我的理想 这个 这就是我的理想 我希望我的理想 可以早点实现 老师给他的评语是 想得没 根本不会有这回事 这个 两位老同学见面 这个 另一个老同学讲 进来还好吗 工作家庭都好吗 这位另外一个老同学回答 没问题啦 就是犯了几个丈母娘而已 哇 那位老同学 哇 你这是神啊 我非常佩服你 另外一个老同学讲 另外一个老同学讲 没有啦 是我的业父厉害 想清楚了 好 我们进入 你问我答 新加坡的莲花佩义问的 鼎礼敬爱的师尊 师尊你好 阿弥陀佛 今年 今年 十月十八日 有一只爱情鸟 突然 扒住我家 师兄的脚步放 是一只 baby的鸟 于是带着 一起去工作 他的老兄 老老老老板娘 初前 叫师兄带小鸟 去看医生 医生说 小鸟低血压 跟心跳很慢 要住院 等到心跳恢复正常才出院 已经很晚了 师兄把小鸟 带回家 过了一夜 弟子为他辞 上师心咒 高王金 托罗尼咒 二十一遍 往生咒 回向给小鸟 灭障消除 往生佛国净土 或更好的境界 不要再轮回了 谁知道 然后隔天早上带去老板娘的家 没多久就不吃不喝 好像要睡觉 飞一下翅膀 抖了一下就断气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以前弟子还没归一时候 在师兄的奶奶要左的前一晚 也为他持了往生咒 结果第二天真的往生 莲花佩一问的 弟子想请问师尊 一 是不是弟子不应该在他们 生前念往生咒呢 二 为什么弟子一为他们持咒后就往生了呢 三 弟子为往生的小鸟持咒和经回向是对的吗 还是应该要持那些 哪些咒或经回向才会比较好呢 他是问了这些问题 主要是说他念往生咒 念一念小鸟就往生了 念一念他的奶奶就走了 到底是生前念往生咒可以吗 还是 我请问大家要这个要怎么回答 有谁有意见 没有人要回答 没有人回答只有我回答 我认为什么咒都可以念 该死的就会死 那不该死的也会死 没有人能够佛的 所以在生前 把他念往生咒 他不会死的就不会死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念往生咒 为自己储备一下往生的资粮 你一念往生咒 小鸟就死了 你念一下你的奶奶要走了前一晚 为她迟到往生咒 结果第二天真的往生呢 那都是好事啊 那都是好事啊 你的往生咒很灵耶 念往生咒 都是回向 都是对的 我个人本身也很喜欢念往生咒 每天我都念往生咒 有些人不一定你念了他就往生了 不是 有些人念了反而好起来 因为他时间还没有到嘛 那时间到了你刚好念他就往生了嘛 那时间还不到 你怎么念他都不会走的 所以不一定说你对一个baby 念往生咒 回向给那个baby 那个baby健健康康的 也是佛的很好 他也不一定会走的 所以我是这样讲 该走的就会走 不该走的也会走 我讲过一个笑话吧 这个 这世间上只有一件事情 人生就像打电话 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 大家都要挂 先挂后挂而已 念往生咒很好 那可以到佛国净土 所以不用怕死 这个年纪越大 当然了 病很痛苦 年纪老了都会有病 老病相残 这是一定会有的 年轻的 年轻人不会感受到老人家怎么样 其实老人家真的有时候力不从心 力不从心 而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 而不是哪里器官坏了就是哪个器官坏了 不然就是视力 不然就是牙齿 我看到我们很多法师 都去看牙科 好多人 大家都在看牙科 轮流看牙科 我说奇怪 我说奇怪这个牙科 不是很奇怪 因为我们 这些上师 法师 大部分年纪都大 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谁在看牙齿 年纪大了 这个看牙齿 那个看牙齿 每一个都去看牙齿 这东西都会坏的 老的时候坏的更 更厉害 更厉害 所以内网生奏 都是很好的 这回答 新加坡莲花配 老婆问 老公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中了大乐透 中了三亿言 三亿哦 而我刚好被绑票 歹毒要赎金三亿 你会怎么做 老婆问的问题 你中了大乐透三亿言 老婆被绑架了 歹毒要求赎金三亿言 问老公 你要怎么做 老公回答 不可能的 我何德何能 哪有这样子双喜临门的事 双喜临门 真的 又得了三亿 老婆又被人家绑架了 赶都赶不走 我这下被绑架了 正好 这也是一个笑话 蛮好笑的 老婆打电话给老公 喂老公你在哪里 老公回答我在公司啊 老婆讲 告诉你一件事你别生气 老公讲 老婆你讲没事的 老婆讲 我们家的车 对方是抢 对方是抢 开车去创墙 那现在讲 唯摩结晶 有无两边 无复遗袭 这句话 这句话就讲这句了 有摩结晶 有无两边 无复遗袭 有吗 有无两边 无复遗袭 这个是讲 大菩萨 他非常有这个正念 非常有正念 大菩萨 也已经 集合了 真如 大菩萨的修行 有正念 有正念 集合了 集合了真如 对真理完全都了解 所以 其实有两边 佛法里面常常提到的 有松一切有物 跟说一切无 无不 说一切空不 这是两边 一边是讲有 我们现实的世界 看起来房子就是房子 有啊 看起来我们人 就是有个人 就是有啊 是有啊 有我 有你 有他 有男啊 有你啊 这是有啊 这是属于有 有 这个无 那一边是怎么讲 延生如患 一切生命 哦 不管你是有 有形的 无形的 这是 空患 这是空的跟患的 像房子 不能够长久 我常常讲一盒相 人是一盒相 是地水火烘组成 整个沙佛世界 都是地水火烘组成 地水火烘组成 是一时的现象 因为人一出生到死 一般来讲都是一百年 百年 如患 这一百年过去了 过去的你在哪里 未来的你在哪里 都不知道 过去的你是空 未来的你也是空 房子也是一样 刚盖好的房子叫新屋 过了一百年 就是老屋了 再过不久又拆掉了 就没有了 你看那些很多消失的城 很多的在印度 我们去那个王蛇城 去释迦摩尼佛本身的 那些城去看 都是废西啊 有纳兰多大学 我们也去看了 那时候最有名的 纳兰多大学 就是佛教的大学 在印度的佛教的大学 纳兰多大学 我们去看了 剩下几个庄 就像防空洞一样 就像防空洞一样 我们去看了 就像防空洞一样 没有盖子的防空洞 几个庄铺在那里 野草重生 什么都没有 那纳兰多大学不见了 事实上就是这样 印度的王蛇城 我们去看 哇 一片灰溪 佛陀出生的那个国 这个 像那个 蛇魏国 还有很多国 就是一看 荒野一片 什么都没有 全都会消失掉 何况这些房子 都是空嘛 所以 有的讲有 有的讲空 但事实上大菩萨 他知道 按照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实相就是空相 空相就是实相 实相就是空相 空相就是实相 所以到了新经的时候 就讲得更清楚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我们练心经的时候 我们练心经的时候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我们讲的是说 有些人认为说 你常常 你这个人比较好色 跟你讲 色就是空 空就是色 不是这个意思 色 是代表有形的东西 实际实有的东西 就是等于空 这是空 空也就是等于那些有形的东西 这个才叫做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在心经里面讲的最清楚 心经里面讲的最清楚 所以空就是色 色就是空 空其实就是色 色其实就是空 没有不同的 色不亦空 色也一样就是空 不会说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空色是一 空跟色是一 大菩萨都知道 这一季有无两边 就是这个意思 它不是在有这一边 也不是在无那一边 而是在一那一边 这个有无两边是要这样子讲的 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无复夷夷夕 什么意思 大家 能够解答这一季吗 什么叫无复夷夕夕 你如果看维摩诀经的注解 它就会注解出来 大家有看吗 不复夷夕夕 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棘手 那又是我讲 也就是说 大菩萨已经完全 没有了 人的习性 已经完全没有人的习性 这些大菩萨 没有剩下来的人的习性 通通都没有了 人的习性都没有了 这个叫做不动地 没有习性 没有习性 一般人是有习性的 人的习性怎么样 很简单 小气巴拉 我们日本话 客气骨骗 我们日本话 客气骨骗 客气骨骗 然后呢 吃醋 吃醋就是人的习性 你会吃醋啊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跟别人很好 我就吃醋 还有一个就是基督 万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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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比尔街子那么有钱 他为什么不剥给我们西雅图雷藏书呢 他说我们是邻居耶 是neighbor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啊 他goodneighbor 他在上面而已啊 是我们邻居耶 拨一点钱给我们 我们什么都好 他就是有分别心耶 他对于宗教团体他不拨款 他有这个 嗯 他有这个 他的那个基金会有讲 对于宗教团体他不拨款 宗教团体 他没有拨款 他没有那个量 他说我去参观他的办公室啊 他调走这个 这个账密的汤卡 在办公室里面调满了账密的汤卡 他的办公室调满了账密的汤卡 他们说我们是账密 我们是账密耶 红黄白花耶 对不对 我们是账密的 你那么喜欢账密 为什么不拨款给我们 这个就是 这个 Bill Gates有分别心 这是分别心嘛对不对 你如果是你做公益事业 哪有分别心呢 你认为应该拨款给哪一个单位 你就拨款给哪一个单位 不是很好吗 不能够分别你是什么单位 我就不拨款 不可以有分别心 分别心就是习性 但是他很有钱 很多人基督他 我记得好像新闻有报导过 他到一个地方去 到一个很远的一个州去 然后晚上无聊 去了一个night club 去的话 突然间坐在那里 没有人认出他是Bill Gates 其中有一个人认出他是Bill Gates 这个人呢 能拿了蛋糕 拿了那个 Happy Boast Day 那个蛋糕 白色的那个大的蛋糕 走过到他的面前 突然之间 把整个蛋糕 弄在他的脸上 让他的头发 全身都沾满了蛋糕 这个人讲了一句话 我不喜欢有钱人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基督 基督心 有钱人也是人 没有钱的人也是人 中产阶级也是人 都是人 大菩萨不会这样子的 为什么大菩萨会 习性会完全没有 他完全没有那个 人的那种习性 小气 你小气什么 应该 你有钱 那你很小气 一毛不薄 你存那些钱做什么 钱也不是你带走的 因为大菩萨知道啊 那些钱也是暂时的 那钱是空的 那是值啊 那是值啊 不然就是矿石啊 都是 土里面的东西啊 不是值就是 就是矿石 所以他就大菩萨 他不会这样子 不会小气 他不会 不会 不会对这个 不会有吃醋的心 为什么 他是大菩萨 因为他知道 吃醋也是没有用的 大菩萨懂得空 将来什么都会没有的 吃醋啊 其实他的根源也是空 吃醋也是没有用的 基督也是没有用的 人家有时候看这个人长得很漂亮 另眼看待 这个人长得很愁 也是另眼看待 师尊不是的 哪一个小姐 她说要求婚姻 师尊给他一道婚姻服 给他 他长得非常漂亮 还是给他婚姻服 看看为什么会叫不出去 因为他 他眼光太高 选择太多 所以他嫁不出去 他想的太多 他是很漂亮 很多人追求 他也嫁不出去 因为他看了 看了沙佛世界所有的男生 觉得每一个都是色狼 而且他不一定有好处 而且嫁了不一定有好处 所以他要求婚姻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很忠义 那个长得很愁的来求婚姻 哎呦我实在有够愁 又爆牙 又斜眼 又塌鼻子 又头发如稻草 他要求婚姻 他要求婚姻 我照样给他婚姻服 我不会说 你这样叫不出去 你不用求婚姻 我还是给他服 大菩萨就是平等 平等对政生活 平等对政生活 我们也是一样 师尊师母都不会小气 应该要帮忙的 就应该要帮忙 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 师母出手他比我还大方 真的他出手比我还大方 我觉得辛苦来的钱 总之要谨慎一点 很辛苦这样来的钱 也不是容易得到的 人家供养你的或怎么样子 也不是容易得到的 也是很辛苦这样子去的 我是比较省一点 师母他比较大方 他应该给的 他都会帮忙 这个帮忙多少 那个帮忙多少 一下子帮忙台雷 一下子帮忙染灯 一下子帮忙征活报 一下子帮忙哪个单位 这个很多的堂刚刚成立 师母都帮忙的 而且他一出手很多 而且他一出手很多 一出手很多 真的 那个像那个 金刚雷上市 刚刚买堂的时候 他们金刚雷上到最后 他们也都有 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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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 再 给回来 这样子 帮忙基金会 师母不愿意收 但是他也还在帮忙基金 在给金刚雷上市 纽约金刚雷上市 那时候 他那时候 那一个金刚雷上市 是 三百万 三百万买的 大概是三百万买 我讲一个 也不太确定了 三百万买的 师母问他 你现在身上有多少钱 他说一百万 师母讲这样子好 一百万借给你 然后再一百万给你 就是两百万 人家金刚雷上市 现在经过这么多年 他慢慢的 他有给基金会多少 给还回来多少 他们都有 就是有数 师母说不用 他还是给 对不对 都是有帮忙的 像当初给 菩提雷上市 是四十尊买的 买了 就是给菩提雷上市用 等到菩提雷上市有钱 他慢慢会还 不算利息 那 华光雷上市也是一样 是师尊盖的 真火楼是师尊用钱去盖的 哨东上市 去请工人来盖 这个真火楼 还有罚光雷上市 也都是 这个 来的时候 他说这样子 那我们买好 他说可以啊 你们买 那 就少二十万怎么样 要买的时候 他说 我盖的钱 再少二十万怎么样 是不是 他这样子给我们就可以 当然可以啊 一下子 我们又少了二十万 对不对 这个就是 这个是小树木 还有别地方的 很多雷上市 当初的时候 威光雷上市 他要买地 没有钱啊 师尊说 四十万借给你 就给他四十万 一口气就给四十万 是借的而已 不是说给 就借四十万给他 四十尊的四十万 就借给他 他差差终于盖起来了 但是他也有缓 他也慢慢的 一万两万缓 不生利息的 几年以后 他终于也缓清 很多很多 很多的这个 只要是说没有钱 但是他会在发展 我们都会 师尊看情形 师母也看情形 都是这样子做的 便不小计 吃处是没有用的 基督也没有用的 很多习性 人有很多习性 到最后 告诉你 大菩萨都是清净性 《维摩结经》里面讲的 最主要讲的 清净性 都是很清净的 而且平等舍 平等对待众生 舍多跟舍少而已 舍多跟舍少而已 你问起 我问起师母 师母真的是 一下子 这边多少 那边多少 这边多少 你这个 台湾这一帐师的在吗 原则上 师母有没有布施给你们 有 200万 有 200万 好 做 我不知道他那么大方 还有 连栽那里 连栽是那个染灯吧 他给你十万美金 就是染灯杂志 帮助十万美金 还有没有 台湾的还有没有 台湾的还有没有 文仙处 文仙处 他也拨款是吧 OK 都有的 这个习性 这个习性 我们是这样子 我们是看 他们有发展性 而且他们本身 他们不是一个 不会贪财的单位 不是贪财的单位 他都是在注意的 不贪财的单位 而且专人坐在 把这个钱发在工艺上面 发在建筑上面 发在宣传上面 他都是给的 另外有些那个小的堂 刚刚起来的 其实也 我们也在看 能够发展的 都会给的 这 不能够说那个 这个 平等嘛 平等 大家平等 但是要看一下 是不是有发展性 如果 钱一气没有了 那钱不被他花光 那也不太好 就是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 一点算计 一点 一点算计 这样子 人是有习性的 还有很多习性 数不清的 但是习性呢 就是用佛法来解 为什么用佛法解 因为将来一切都是空的 并没有实际上的东西 他们大菩萨知道了 在沙伯世界 是无所得的 无所舍也无所得 你知道这两个 你就会公平对待 就是习性全部消除 你能够在沙伯世界得到什么东西 就问你这一句话 你能够得到什么东西 得不到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你能够得到呢 所以《心经》里面讲的现在 一无所得 菩提沙斗 其实也无所舍 你把东西舍出去 哪有什么舍 舍啊也是空啊 得到的也是空啊 只是暂时拥有 一切都是暂时的 房子也是暂时 车子也是暂时 这个金银财宝钱就是暂时 钱也是暂时 你得到什么 没有 无所得 也无所舍 虽然你把房子给人家了 车子给人家了 以前呢 在加州有一个堂 说没有车子 师尊的那一部车子 就给他了 就是这样子 他也没有得到什么 只有现在这个堂也没有了 他就把这个车子从西雅图开回到加州 那时候也没有钱 那时候也没有钱 我那一部车子叫做Makuri 现在好像也没有了吧 Makuri 那时候我刚买的第一部车子叫Makuri 我就把那部车子就舍给加州的一个堂 这个堂也没有 我的车子也没有 也无所舍啊 那车子大概也坏了 人生就是这样子 无所得也无所舍 那你还留着做什么 那你基督什么 你也是无所得无所舍啊 那你吃吃什么 也是无所得无所舍啊 你稍微想一想看 你能够得到什么 再想一想看 你能够舍到什么 你有舍些什么 我也没有舍些什么 师母也没有舍些什么 也一样是没有 一切有 就是暂时的现象 其实一切都是空 大菩萨懂了这个道理 所以他能够 无负于习 所有的习性全部消磨掉 没有 所以讲这个道理给你听 就是想说 也不要去争这个庙 也不用去争 西雅图雷上师 也不用去争彩虹雷上师 彩虹雷上师 彩虹雷上师是师尊盖起来的 对 是师母跟师尊的钱 师母的钱 那请这个联士上师去请工人 联士上师去请工人 然后把彩虹山庄整个建立起来 你看又把那个 像我们现在的柱子 它也是弃琴 它是当建筑的 把我们的双连境界给它盖起来 把附魔宝殿也盖起来 把一切周围的那个都见得很漂亮 做得很好 师尊师母说舍就舍啊 彩虹雷上师也没有师尊的一个名字 也没有师母的一个名字 什么都没有 就是舍掉啊 为什么 无所舍啊 将来你不舍也是舍啊 我们只有一个一句话 让生活中一直继续下去 雷上师 你争这个雷上师 但是整个住持也没有用 住持反而比较辛苦 对 你不做住持反而轻松 你做住持也辛苦啊 做什么都辛苦 真的 你做了你就有责任啊 你要担啊 还有九个宿舍 你要负责啊 出了什么事 你都要 都是你的责任啊 不管住持啊 秘书啊 还有这个 监验啊 助理啊 还有财 财政啊 我看必真法师是最辛苦的 管那么多的 这个酒间宿舍 管所有的一切财物 这样子 钱过来钱过去都是钱 这个 有一天我从门后看 哎 你在做什么 那位毕生上师说 我在数钱 他数得很辛苦耶 他又不贪钱 他数得很辛苦 那些钱呢 将来都 就是入了帐了 也不是自己的钱 我看他越来越瘦 越来越瘦 越来越那个 越来越辛苦 他又要管 好像中委会的帐吧 中委会的帐 他又要管 又要管 又要管西雷的帐 又要管西雷的帐 他一天到晚 钱进来 钱出去 钱进来 钱出去 在那边忙 过路财神而已啊 他有什么益处 他当财务有什么益处 一个名而已啊 他也没有什么坏的习惯 也不抽烟 也不喝酒 不抽烟 不喝酒 不嫖妓 对不对 什么 玩的他都没有 不如轻松 当一个上师 每天这样晃 晃啊晃啊吃饭啊睡觉 没有 但是这样也没有益处 要懂得修行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修行 其实 无所得 无所舍 舍呢也是空 得的也是空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讲 无负仪行 大菩萨都懂了这个道理 他没有什么习心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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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